再來看立法院的教育委員會 今天討論國家議員發展發 實施以來的信號 也來檢討各種國家議員的輸出 還有認證的制度 有立委也要求說 應該要跟萬南議 成名做台語 民進黨體委 丹佩如 報上 回答這平臺灣人 好人壓批 范光環這是什麼位 雖然在到的回應都是台語 撒到現在的九尾部的宿平分析 萬南部不一樣 你歡迎教委會要請文化部 和到無頂檔委討論國家的 固件發展發的推動信號 由台語 正名記者以外 台語協議跟萬族民議 頂上我們的輸出 跟進行制度 也好民間 常常用來接地去 碰瓷這些中國用語 甚至掩蓋文化風箭 也都是萬族的焦點 我們舉辦民眾認證考試 只有客語 閩南語跟原住民語 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都沒有打算這麼做 包括首語 或者是馬祖語 在認證的部分 他們團體認為 還沒有辦法制定一個 所謂認證的標準 可是並不是不做 還在演繹中 閨蜜 碰瓷 這些感覺好像也都是 兩岸交流之後 大家越來越使用的 我剛剛必須強調 文化是一個開放的 而不是封閉的 那會不會擔心這樣子有文化統戰 我不覺得 我覺得文化本身就是一種融合 政治是一回事 文化是一個包容性的 我們沒有必要去刻意說 這個是怎樣 我排斥它 文化保障議員政委 臺灣的文化議員政委定規 就是因為政委不一樣的文化勢力 所產生的動態性 所以文化應該是加反 不是減反 不用故意去排協 記者綜合報道